今天是2023年10月13号 我是期间咨询的委员 同时也是CMBSGS的台湾区讲戏 那我刚刚快速扫过 看了一下目前的海企的各个商品 然后想要找到一个好操作的商品 因为像前阵子我们跟大家讲说 有可能涨到90块之上 那就已经超早了 可能会有好的空点 那它也很快就杀回85块之下 现在在底下做那种区间小幅的震荡 不太好做 那就是最好做那段已经过了 那像上上礼拜讲的小那 可能有一波反弹在涨势 那也都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就在想说 到底还有什么商品 最近可能不是在盘整群间 然后也有机会来做操作的 那我都很稀看 我觉得唯一比较有机会的 当然是黄金这个商品 那我们知道黄金的商品 就是从就是这个时间 就5月的时候就一路往下跌 那在区间震荡一段了之后 又下沙目前产生翻弹 那我刚刚看了一下 它这个满大周期的压力 那已经又快要到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一个蛮不错的空方的机会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所以我就想等待这个机会 那当然我会同时观察几件事情 那第一个就是 如果它这个价格有持续往上涨 我画一个开箱 给我们解键 假设它这样震荡了之后 涨不过这里 然后呢 开始往下跌 出现这样的形状 那就会是一个好的空点 那我会怎么判断它呢 就是 如果它真的 如果预期有往上拉一下 那 往上拉了之后呢 我当然会画一个往上的趋势线 那我要等这个往上趋势被破坏 就第一个被破坏的地方是这里 就是 在这个地方 可能会先跌破这个趋势线 那我如果画一个右窗高 那我就要重新画一个趋势线 就画到这边 然后呢 在这里的地方 如果它又跌破一次 就在这里 看一下 第一次超过 第二次超过在这里 那如果它在这个地方 又跌破一次的话 又跌破一次的话 那 这里就表示说 它的冠性被破坏了 那冠性被破坏了之后呢 它往下跌 往上再拉一次的时候 过不了这个原本的压力位置 那 这第三个箭头的地方 第三个 你是不是就确定说 它出现转折 然后站不上这个压力 它可能就会是一个好的空方机会 那如果呢 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 来做入场的话 那我会期待到哪边呢 就是期待它拉开具体之后 我就暴力 希望它去破前面的底点 然后去挑战原本大的支撑 所以如果有办法 我这里的时候 我就会期待两件事情 一个是希望它至少先到这里 先到这里 然后有的话 所以会产生一个小反弹 然后在这里横盘整理一段 然后呢 再自己查一下 那我就期待可以吃到这一段 跟这一段 用小的停顺去防守它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件事呢 那当时我就用这个辅助指标 然后就是去看它平常涨一段之后 然后呢 转换了之后 会跌多久 这件事情 没做判断 所以我自己的期待 就会是 我这个比赖花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个云带可能也是这样子 然后可能在这个地方 就发生转换 涨了这个云带之后 然后就会是在这个上面 这样一路这样子下 这样子 所以我的期待就会是这样 那当然这个地方 可能就会震荡比较久 就可能会是 它下跌的时候 可能会拉比较长的时间 然后横盘整理的时间 这样都会比较久一点点 然后同样的这条蓝线 这条蓝线 就会是再涨这样 它就会这样 然后这样转换 然后就会在这上 这样子走 好 期待 期待是走这样子 不过也不去 我们就观察看看吧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做到 看有机会可以做到 好那这个图 我就存在这个地方 那有兴趣的人 可以登进去看 好那今天就非常努力 希望大家交易顺利啦 拜拜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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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